還豬哥哥這是趙薇演的那個版本的話 有百分之九十八都是在這個 成德避暑山莊所拍攝的唷 這裡呢是成德的避暑山莊 有沒有看到我後面的這個 避暑山莊這個字 它是康熙皇帝親手寫的 而且呢現在世界上其實 康熙皇帝留下的親筆手機只剩下七個字 這裡避暑山莊就佔了四個字 另外三個字在北京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避暑的避暑 它其實有多一橫喔 到底為什麼呢 到時候再告訴大家囉 我在成德避暑山莊 這是中國四大圓林之一 而且剛剛差點踩通 它是中國最大的避暑山莊 那當初呢成德山莊 它建立呢就是因為 對它從康熙一直蓋到乾隆的時候才蓋好 那康熙他那時候呢 其實第一個就是避暑嘛 那第二個是大家知道很有名的 就是木蘭圍廠 它這個木蘭圍廠呢 它是為了就是 籠絡各部族 例如說像蒙古啊 或者是其他的部族的首領 他們每年呢都要跟這些部族首領 交流一下 確保他們不會有起反叛的心 所以呢當初就在這邊蓋了一個 成德避暑山莊 那我身後這邊呢就是 成德避暑山莊 它的後花園 也就是只有 妃子跟皇帝才可以來的地方 而且如果大家小時候有記得有看過 第一版的話 就是趙薇演那個版本的話 它的場景有百分之九十八 都是在這個成德避暑山莊所投射的喔 妃子 對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